半夜,男孩听见家里有人在哭,用手电一照,居然是自己去世的母亲,她战战兢兢地上前,想看看怎么回事。 惊恐的男孩赶紧跑回卧室关上门,没想到那东西同时出现在了这里,她吓得脱手扔掉了手电,而那东西似乎没有视力,正在努力地听男孩在哪个位置。 男孩知道母亲是恶灵幻化的,之所以有恶灵出现,全是因为她刚许愿做的仪式,愿望不但没有实现,反而召唤出了恶灵,她和父亲也将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。 男孩名叫小强,天生不能说话,但耳朵能正常听到声音,母亲几年前去世,只剩她和父亲相依为命,最近因为工作调动父亲带着她搬到了这里,晚上父亲要去上夜班,而且是通宵的那种,小强自己在家无聊,就开始四处乱翻。 在卧室的柜子顶上,她找到一本古书,好像很久都没人动过了,翻开古书,小强发现里面写了一种古老的巫术,照着做就可以实现一个愿望。 小强激动地马上实施起来,她先是搬来了一面镜子,接着又拿来火柴和蜡烛,按书上的说法,这套巫术要在午夜前一小时进行。 小强看着时间,等十一点的钟声敲响时,她按步骤开始了操作,先是点燃了蜡烛,然后刺破自己的手指,接着把血滴在蜡烛上,而且还是要三滴。 最后小强对着镜子开始说自己的愿望,她的愿望是想让自己开口说话,小强对着镜子比划了好几遍,都弄完后,她试着开口说话,但依然是发不出任何声音。 小强眼看得神情黯淡下来,或许是这套巫术,看不懂手语吧。 她把古书转头重新扔进了衣柜,然后关上柜门,准备洗澡睡觉。 去浴室的时候,她忘了还在点着的蜡烛。 这时候客厅的电视,忽然自己打开了,正在洗澡的小强,根本察觉不到,衣柜里此时也亮起了红光。 一团黑色的东西,红柜里飘了出来,小强洗完澡,看到电视开着并没有多想,她以为是自己刚才忘了关了。 关上电视后,她开始洗水槽里的餐具,正洗着,旁边的电视居然又自己打开了。 小强就有点纳闷,怎么回事,这电视难道坏了吗? 她过去准备重新关上电视。 小强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看错了,她客厅扫视了一圈没看到人,经过刚才这一惊吓,她的哮喘并犯了。 小强四处找哮喘药,大家注意看,这时候,座机还是正常的,无线话筒还在上面放着。 她找要找到卧室的时候,外面客厅又传来音乐声,小强顺着声音走过去,发现是收音机被打开了。 这下她真的感觉房子里有人了,就赶紧拿起父亲的新号码,准备给父亲打电话。 但座机上的话筒却不见了,小强这下更紧张了,同时旁边客厅再次传来动静。 她害怕地趴在墙角,偷偷地朝客厅望过去。 这下小强确定房子里进了人,她悄悄地躲进浴室并锁上了门。 那团黑雾发现了桌子上的报纸,然后上去围住了报纸上的一个照片。 从新闻标题看,是一个肇事逃逸中死亡的人,小强想从浴室的窗户逃跑,但这里的窗户是直接焊死的。 哮喘让她也越来越喘不上气,小强试着在浴室柜里找药,但柜子里依然没有。 这时,忽然有东西拧浴室的门锁,而且直几下就拧开了反锁的门,小强赶紧过去用身体抵住。 但外面那东西力气非常大,小强根本无力抵抗,门被推开一条缝,直接一个人的胳膊伸了进来,试图抓住小强。 但从镜子里看,这根本不是人类的胳膊。 眼看这东西就要挤进来,无助的小强看到柜子里有把剪刀,他使劲伸手尝试着够那把剪刀。 小强仔细观察刚那东西洒下的血,发现它们都是黑色的枝叶,而且还一直散发着黑烟。 此时,是晚上的十一点半,小强的哮喘越来越严重了,这样下去非常危险。 看着眼前的马桶,他忽然想到一个办法,不一会儿,浴室门就被撞开了。 一个男人出现在浴室门口,大家马上就能看到这男人的样子,和刚才报纸上的死人一模一样。 小强踉跌着逃出浴室,在电视的桌子上找到了哮喘药。 吸了药后,他赶紧去开家门准备逃跑,但好像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拽着门,小强用尽力气也打不开。 他又尝试着开窗户,窗户也纹丝不动,没办法,小强找来一个狼头,准备砸破窗户上的玻璃。 一股神秘的力量把小强震飞出去,他爬起来去看窗户,发现碎裂的玻璃正在自己愈合。 看来这东西已经完全控制了房子,小强想逃也逃不出去,他只好再次尝试着打电话,点了座机上的循迹按钮。 画机在旁边卧室里响了起来,小强过去拿到画机,还没等开始打,就听见房子里有东西移动的声音,这声音应该是浴室里发出来的。 那个被砸晕的男人又化成了黑烟,然后重新钻进了柜子里,柜子里有小强爷爷的照片,那团黑烟飘过去围了起来,此时小强已经藏进了床底下,很快他看到有个人走了进来,那人在房子里转了一圈,没看到有人就转身走了出去,小强手里拿着画机,大气都不敢出。 那东西又化成了爷爷的样子,但小强知道这不是真的,这东西没看到小强就转身准备出去。 小强冲出来,用杀虫剂喷了他一脸,这东西的眼睛好像因此看不见了,他挥动手臂摸索着寻找小强,小强站在前面一点声音都不敢发出,这时正好通风口的风机响了起来,老头听到后,寻着声音扑向了风机,他赶紧跑回卧室,轻轻关上了门。 这时候家里面忽然停了电,刚才许愿的蜡烛还点着,他拿起蜡烛躲进了柜子里,那本书就在旁边扔着,他拿起来想看看这些怪事和许愿有没有关系。 这一看才发现果然有关,他着急许愿没看后面的内容,原来许愿后会有魔灵出来帮忙实现愿望,但这通常是有代价的,魔灵会幻化成死人的样子,出来尝试夺走许愿人的灵魂。 除非许愿人能战胜魔灵,魔灵幻化成人类后,也会同时有人类的肉体缺陷,所以小强刚才的反抗才会有用。 午夜后吹灭许愿的蜡烛,那些魔灵就会永远消失,同时许愿人的愿望也能实现,但还是需要付出其他的代价。 而这些代价通常非常邪恶,小强看到这里,就准备收回愿望让魔灵消失,他尝试着吹蜡烛的火焰,但这蜡烛怎么吹都吹不灭,他试着把蜡烛摁到旁边的鱼缸里,没想到蜡烛忽然消失,然后又出现在了后面的桌子上,看来这蜡烛在午夜前是灭不掉的。 他拿起蜡烛,又听到外面传来女人的哭声,这哭声断断续续的时有时无,小强拿着蜡烛来到厨房,找到手电,准备拿手电找哭声的来源。 接着就是视频开头的一幕,等小强靠过去,女人回头,他才发现是自己的母亲,只不过这是魔灵幻化的,他逃进卧室,魔灵也跟了过来, 只是魔灵的眼睛,好像还是看不见,只能靠声音听小强的位置。 眼看魔灵就要发现自己了,小强抓起旁边的玩具,扔进了柜子,魔灵听到声音也扑进了柜子,他赶紧上前关上柜门并用刀卡住,魔灵暂时被关了进去。 小强跑下楼找到电箱,给房子恢复了电力,楼上的魔灵一点都不老实,还在上面拼命地闹腾,听声音好像魔灵跑到了房子一边,然后就安静下来,没了动静。 小强靠在墙上松了一口气。 小强拼命挣扎,并咬了魔灵一口,但魔灵就是不松手,他又抓住了小强的胳膊,小强挣脱的时候,被他的指甲划了很深的伤口,小强顾不得伤口疼痛,准备尽快熄灭蜡烛送走魔灵,再有一分钟就到午夜了。 眼看胜利在望,正等着灭蜡烛的小强,忽然又听到了脚步声,那个瞎眼的魔灵又摸了过来,小强很是郁闷,时间不到的话,蜡烛是灭不了的。 但这魔灵又慢慢地朝这边走来,他只好悄悄地离开蜡烛躲在了一边,那魔灵转了一圈,回到厨房门口。 紧张的小强看着眼前的狱卒忍不住了。 小强被死死地掐住了脖子,就在他要被掐死过去的时候,够到了旁边掉落的钢刀,拿起刀又给魔灵补了一下。 魔灵这才松手倒在了一边,他趴到旁边缓过神,过来踢了踢魔灵,发现魔灵一动不动失去了反应,他轻轻地从魔灵身边走过,准备去熄灭蜡烛。 被掰断腿的小强挣扎着朝蜡烛爬去,魔灵在后面追着爬了过来,小强扶着橱柜挣扎着站了起来。 魔灵猛猛我前的蜡烛爬去,我 candy stone变出唤山,对它来啦。 杀磊湖,不过又请你再让个屁股放开吧。 不过哪个肉。 魔灵猛火打开,伤口也让你再带着靠近。 魔灵猛猛猛? 魔灵嘶吼着消失在了空气中 房子里终于恢复了平静 小强发现身上的伤口都消失不见了 早上醒来后 他甚至不确定 昨晚是不是做了一场梦 父亲也终于下班回来了 他上前热烈地欢迎着父亲 父亲看他这样很是开心 就让他去换衣服 然后出去吃早餐 喂 爸爸 爸爸 魔灵真的满足了小强的愿望 只是小强没想到 居然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后悔的他趴在父亲身上痛哭起来 电影也到此结束 优优独播放